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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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马线其实是2021年才通车 之前我过去成长的这么多年 都是没有地铁的 所以土光环人其实很习惯搭巴士 如果我要过海 我就是在基本上对出的地方搭巴士 我们现在移私一下去市政大楼 这个红苹果这个地方 就是土光环人的地标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边也有看到一个红苹果 然后稍后我们走到市政大楼前面 正面也会看到一个红苹果 稍后再讲一下这个红苹果的故事 因为早期香港政府建的公共街市 就是好像中环街市 或者湾仔街市 是一些单栋的街市 两层纯粹就是街市 后来随着香港越来越多人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急促 很多人都需要很多种不同的公共服务 就会看到这一栋的市政大楼 其实已经有齐了这个区域里的需要 买东西, 平时在街市买东西 或者有病悉医生 去图书馆、温书、自修室等等 我们看到一个很古式古香的建筑 这是一个天后庙 为什么有天后庙 当然之前建的时候 这里没有那么多建筑物 不会顶着天后看着海 但是我们时而世易有很多变化 其实每一次你叫天后庙 都是标示着它在一个海边的地方 香港就是三面包着海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位置 因为大部分世界上 例如伦敦、纽约、柏林、德国的地方 它们都是在比较内陆的地方 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接触到水 走到这个街尾 已经去了工厂区 你看到其实两边都是一些工厂大厦 在沿海这边其实很有趣的 就是一辣的工厂 你会看到整个淘瓜环区的城市规划 就是海边是一些工厂 可能有一些废水要排走 中间就是一些民居 再远一点就是市政大厦 你看到是一个可以步行的生活圈 1840年 其实淘瓜环的人是要搭船 才可以来到海深岛的中间 也就是天后庙走到这里 那几条街全部都是填海填出来的 有些朋友就会说海深石像鱼尾 即那个压叉 好像一条大雨跌入海的时候 露出了鱼尾 这样的地区 中间鱼尔城码头 在1956年开始由稻轮去洗出 已经有六十几年的历史 亦都战后建成第一个永久的稻轮码头 大家可以留意到拱陸门的顶 是比较接近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 大家可以摸一下这个黑色的水磨石 两面墙都是有水磨石 以前香港比较常见的建筑材料 我们就在牛棚先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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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 无论是外面或里面都有一些坑道 就是当时牛脊会固住的地方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艺术村 有一些剧团 有画廊 有不同的艺术单位 其实不正期都会有一些活动 香港艺术家娃娃 这个很有趣 这个是整个盆赛 它画到整个盆赛 但其实它里面有什么 极品 烧鵝 黄 就是摆成一个盆赛的样子 去呈现出来 很有创意 很有生命力 现在你看到它 年纪一点都不小 是七十多岁 但这么多年来 它都是以这样的装扮去试人 在一起 搅拌